全油管最快新闻 2019年8月23日 小月在林地产遭杀害凶手小刘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案件证了整个社会 小刘虽然被父母在学校受欺凌 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伤人的借口 他对自己的行径似乎无悔改之意 却面临着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命运 为成年犯罪虽然不适用死刑 但如果情节极其恶劣 最高也能判处严厉的刑罚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家庭教育和校园安全问题 亟待重视 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